你們會怎樣形容這次的房價 我先講講 剛才也沒有特別提及 我們一房的單位 如果以120天的職工價去計算 全數都是低於500萬 而兩房如果以120天職工價去計算 全數都低於760萬 我們會形容這批首批的價錢為Chill值價 哪個Chill呢?就是生活很開心的Chill H-I-L-L 英文的Chill 其實就是形容在太古商業圈 一個很舒適的社區生活的氛圍 也都是首批的價錢 也是非常值得擁有 值得投資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Chill值價 去形容我們首批的價錢 你們說首批三本零分座有甚麼樓 主要是中層 其實由低層公層都可以 是 你需要月收的嗎? 我們星期五會正式對外開放的事發單位 和順序在星期六的時候就收結 是 就是頂體來說 這次的頂戴考慮是甚麼因素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都不停和大家重複 項目的位置是非常之優質 輪近質如沖的地板斬 也都是輪近太古的商圈 是非常之便舌的 我們都是參考項目的因素去決定 最快有沒有機會下星期首輪開首? 都視乎周批情況 最快都有機會是下星期首周末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如果視乎反應會再加推? 反應好一定會再加推 好 還有個問題 其實環球主要機制體系 進入一個減息周期 都是非常明顯的 剛才跟代理朋友了解 也有部分客戶已經開始偷捕油市 而我們的項目 留花期達到21個月 我相信也有充足的時間 去給個息口回落 那賣家在收樓的時候 就可以享有一個高的宗務務務務務 或者一個高的潛力去升值 在這個時候 那個賣家比例 會是投資者用家的比例如何? 我們相信兩邊的比例都會比較多 因為位置很方便 我想兩房可能都是用家會比較多 那一房就是投資者一半 即是一半一半 對 那我們的比例都是一半一半 那我們的比例都是一半一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對 ou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